心灾,裁判又恶杀詹皇逆转关键球,网友,有这个球老詹就翻盘了北京时间6月5日,詹姆斯再次遭遇到了裁判针对,今天NBA官方又解释了G2的一个巨大误判,比赛第三节,詹姆斯接球试图发动快攻,结果身后的库里冲上来撞到他后失去平衡,接着不慎绊倒了他,詹皇自己也失去平衡,球随之出界。 裁判判了勇士球,当时他们认为库里没有犯规,不过今天联盟赶紧承认错误,称赞皇这个球确实是被犯规了,当时裁判做出了误判,这个球不该吹詹姆斯出界,而是库里的犯规,显然,如果裁判不误判这个球,詹姆斯或许能够上篮打进,随后带队发起反击,但也有网友嘲讽,输二十分因为一个球,简直太可恶了, 难道裁判不知道,就因为这个漏判,导致我詹输了G2吗?现在说还有什么用,人都枪毙了你才说判错了,不是我说,给你这个球詹姆斯也赢不了,被吊打二十分,加上两分还有十多分呢? NXV